看到大家想要隔離之後解除禁令之後想要趕快去剪頭髮 另外在美國方面還有哪些最新的觀察 繼續把時間交給伊魯來看看 美國這裡呢發生了第一起寵物犬確診武漢肺炎的案例 那這隻狗呢是住在北卡州的一隻八哥犬叫溫斯頓 那另外幾天前呢全美也發生第一起寵物貓確診 還有布朗市的動物園呢也有五隻老虎和三隻獅子確診 但是這些呢都是人傳給動物的 而且呢他們的症狀也都很輕微 那但是呢其他的動物就沒有這麼好運氣了 就是我們美國的肉品加工廠呢 因為太多的員工染疫喔 所以大部分都關廠了 那這就造成呢就是美國現在有幾百萬頭的豬牛和雞呢 因為沒有地方賣喔所以即將遭到鋪殺 那但是救星來了就是美國總統川普呢 為了要救經濟喔以及確保美國人民有肉可吃呢 他就是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呢來援用國防生產法 那就是把肉品加工廠呢變成是關鍵產業 這樣就可以正常開放來維持營運 那這樣一來呢美國的消費者也就不用恐慌呢 這個豬肉會短缺以及肉品會漲價了 歷史上有和蝦的一件事 在這裏面的包含時 請教育振動 請教育振動 請教育振動